你还有钱吗 来先借我20万 小慧你干嘛 找你借钱啊 你借不借 你这是借钱的态度吧 你用币吧 那你为什么借钱给我拿过啊 为什么啊 我借钱给他还有错吗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 小慧要话好好说 他莫名其妙的 你不要理他 哎哎 走啊 小慧怎么了 我哥他做错什么事了吗 哎 小慧你没事吧 你老婆不舒服吗 我送你回家 哎呀 我找你半天了 阿龙啊 你找我干嘛 还有啊 你老婆也太无理取道了吧 早上突然间跑到我家 对我阴暗关系的 那他 有跟你说什么吗 说要找我借钱啊 但是他态度根本就不像借钱的样子 莫名其妙 哦哦哦 他家里人生病了 需要钱 你那里还有钱吗 你看 能不能看我面子上 再给我 借我两万好吗 哦行你这死啊 怪不得他那么着急 那行 我卖鱼子的钱 先借给你吧 哦那太好了 谢谢你啊 那我收拾一下 我们回去拿钱 嗯好嘞 小慧 你家这是怎么了 都是阿龙弄的 我们给他钱 他就趁往上班的时候 回来到处找去赌博 什么 阿龙他会赌博 可你们才干涉了孩子吗 我听我哥说 他借钱是去跟朋友做生意的呀 他哪里是做生意 他的一些朋友 天天叫他打牌 都已经把我的嫁妆拿去输光了 是跟阿龙弄太过分了吧 琪琪你不懂 我已经替他还了很多钱了 我真的很怕他出去再去借钱 我很怕我已经还不起了 孩子还那么小 小慧 你先别急 我们再想想办法 有啊 我就是控制了他的钱 可是我控制不了别人借钱给他呀 那你看 这个阿龙他就不是男人了 小慧 你就不要管他 让他自己去还 琪琪 我们的孩子还小 也不能没有爸爸 你不懂 给 刚好来吧 好 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喂 喂 琪琪 哥 你家里去找阿龙 让他不要再赌博了 他一晚家里的钱都输光了 什么 阿龙他赌博 是啊 好 先不跟你说了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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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龙啊怎么睡这么久啊 等你老板年啊 哎呀我这都是去搞钱了嘛 今天我要把输的钱全露营回来 来来来来赶紧赶紧 我这都在 我这都在 是 这都在 好累 阿海 今天的事对不起 阿龙他犯了错 就应该让他受到处罚 是啊 没受到惩罚 还是会一错再错的 小慧啊 以后奥荣家里赌博 你就去报警 让吉他叔叔好好教育教育他 嗯 阿海 这些钱我先还给你 剩下的我以后再帮忙还 小慧啊 这些钱你先留着吧 等你手头快乐再说 这 这不太好吧 小慧 你就拿着吧 家里的孩子也要花钱 谢谢 阿海 谢谢你们 孩子一个人 还在家里 我得先回去了 好 你说家里有什么事 今晚来找我们 谢谢你们 慢点啊 嗯